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正田千元 我是台湾进In Japan 她是正田偷母 她是日本内科In Japan 我从羊猫开始是在六年前的 本来我是喜欢 比较喜欢狗 所以这个狗其实我养了大概十六七年 第一次养狗的时候是因为小孩子小 那个时候才五岁 那我接一个孩子想说没有办法 然后就去买了一只稀释的狗 后来因为她也非常的长寿 就是跟我生活一起大概十七年的时间 那后来因为她因为年老就是已经很高龄 大概就是我们人以推算大概就是一百岁左右 所以就去世了 从那时候我非常的伤心 因为小孩子为了这一只狗 等于说是从小五岁陪伴到一直大 大学大概三年纪 所以她有一个月都没有到学校去上课 然后把她所留下来的这个飼料 纪念品 我小孩子都舍不得丢掉 这个时间大概去世后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那后来呢因为我为什么会养成这个猫呢 本来其实我是不喜欢猫的 因为朋友告诉我 她说每一次给日本人租房子 要出去的时候 那个屏风啊或者是壁子啊 都是抓的乱七八糟 那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 她们不晓得说这个法律还有就是要赔偿 所以每次搬家的时候要赔人家很多钱 所以她告诉我千万不要养猫这样子 除非是自己的房子 给人家租房子的话 那要退租的时候 都是要赔很多钱 好我第一次养猫呢是一只小花猫 也是虎班的小花猫 有一天呢她来到我们家的门口 但是我并没有理她 然后因为我是做观光客的一个餐厅 所以呢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前面 那这个这只小猫 我看年龄退窜的话大概就是一岁左右 然后头也被那个 这个头的毛都被咬了 那那个时候呢 我也没有要收养这只猫 后来这个观光客呢就每次来 台湾人也喜欢猫嘛 那看来就拿那个东西给她吃 后来她每天早上十点都会来报到一次 还有下午五点也会来到我家的门口 但是呢我并没有收留她起先的时候 后来我小孩子也偷偷的拿这个东西给她吃 那我想说她也那么喜欢 因为以前养了一只小狗 那去世的两年 那后来我看她很喜欢的样子 所以呢我就收留这只猫 然后也带她去看医生打预防针 那从此呢这只猫就进入了我的生活 后来我跟她相处了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因为我是捡来的猫 所以呢虽然打过预防针 但是她不晓得是生病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也非常的伤心 那自从这只猫进入我的生活 我才知道猫这么的可爱 因为呢 她跟狗的习性不太一样 狗呢她是非常的中 就是个性就比较直 猫的话其实她是一个很细腻的 心思很细腻的一个动物 所以其实她是蛮贴心的 因为你要跟她守的话 而且起先来呢 其实她并不是跟着你的 她还是有警戒心 那慢慢慢慢的她就走入了 跟我们人的生活在一起 甚至呢现在是24小时都跟走我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感觉说 以前养狗的时候没有养过猫 这个猫的话我非常的 只是那种 听他们的说完以后呢 其实我不太喜欢那个猫 可是现在变成 她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呢 你看她都24小时在跟着我 我睡觉的时候她也跟着我 我上厕所她也跟着我 我回来的时候她就是在那边等待 还有每一天的早上她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呢她会等我 我要帮她梳毛 这是第一个我要做的工作 我早上一起床的话 其实我不是到下面去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把他们弄好 把他们梳理好 就像说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然后他们呢也会跟我讲话 有时候一个人在这边 你寂寞的时候 她还会跟我对话 我就叫她说 Tom 她就会喵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种动物非常的微妙 而且她现在这只猫呢也是我捡来的 就是她呢生完以后 在连接的停车场 邻居呢打电话给我 说我要不要养猫 其实那时候呢 我已经有那只小花猫了 那我想说 一只没有 就是像这样子很孤单 所以呢我又养了 这是我的第二只猫 所以她叫做Tom 她是公的 其实呢我养了猫以后呢 我发现呢猫的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说 以前我捡回来的小花猫 那一只虎 虎斑猫 她是公的 然后这一只呢 她也是公的 可是她进来我家的时候 这个 这一只偷母的话呢 她只有三个年代 是非常的小 那时候她还在吸母奶 可是这个小花猫 她是公的 结果呢 她就 这一只 我们说这是黑白猫 她就把那只小花猫 当成是母亲 所以她就吸她的奶 那因为我们公的也没有奶嘛 但是呢 她就吸着她的奶 但是我发现一种 这个公的话呢 她的奶就 慢慢变大了 然后就成为她的妈妈 所以她 每次这只Tomo 都是要吸她的奶 而且两个人非常感情 非常的好 所以我现在也觉得说 公的也能代替母子 然后这一只公的小花猫呢 等于说是她的母亲一样 把她带大 那第三年的时候 因为得这个病 所以她去世了 这是我的第二只猫 现在已经三岁了 再过来呢 再过来呢 她就剩下一只了 那再过来的时候 我一次到了美容院 那在美容院的时候 又偶遇了一只猫 本来是这个丁妹 她们共同抚养的一只猫 也是外面来的猫 但是我看这个年龄 也大概就只有半年的时间 那我就问了邻居 说这个猫是谁养的 她说没有人养 就给她一个那个纸盒 或者是蓝薄乳 然后就生活在这里面 然后其实呢 我看了她呢 那个头都被蚊子咬 那个时候是七月的 大概是七月的时候 天气很热 后来嘛 这个美容院的老师 告诉我要不要收养 我看她蛮贴心的 因为我第一次上了美容院 她竟然从外面进来 然后就爬到我的这个膝盖上面 我也吓了一大跳 那我想说 因为跟猫有缘吧 那我就又收留了一只猫 这只我们叫做Nanajang 这个Nanajang 它是母的 它是非常的可爱 那很可惜 因为她也只有来到我家 只有两年的时间 她就去世了 这个原因不明 以前 那个医生检查说是糖尿病 但是后来不是糖尿病去世的 但是她这只猫的特性是说 她会讲话 而且她的声音呢 不像这样子喵 她是嗯 我每次我叫她Nana Nana的时候呢 她就嗯嗯 所以说我觉得猫也有摆重的形态 叫声完全不一样 而且要表达这种感情 也不一样 这是我观察的结果 那嗯 第三只猫以后 我又收留最近呢 在一年前我又收留了一只 第四只猫 这只呢 也是在人家店的外面 那人家通知我的时候 其实呢我是不太愿意去看 因为人有侧隐之心 我家已经嗯 都是保持在两只 那总共已经有三只了 那时候我嗯 姐的Nana讲话的时候 全部有三只猫在我这里 那那个时候就说我已经很饱和了 没有办法再收留任何的猫 其实呢 后来我也不忍心 因为被人家丢 丢弃的猫也很可怜 还有一个就是会造成我们区域性环境 假如说这个小猫没有拿去结扎的话 无论是公的或者是母的 都可能又生很多小孩 就现在我们日本也都在呼吁 养小动物千万就是要有始有终 而且呢要帮它结扎 那是外面的猫的话 所以呢我就捡了第四只猫的时候呢 嗯 其实嗯 我也考虑了很久 但是它本来有两只 就是在一起 那我我起先看它好像好久都没有吃东西 瘦瘦小小的 所以呢 我又专程去买了一个那个 那个猫的饲料 还有我去医院拿了那个眼药水 因为它眼睛好像眼睛有点发炎 因为是外面的猫嘛 所以呢就 我说上午十二点的时候去看它的时候 那医院已经关门了 所以下午四点我到医院去拿了眼药水之后 又去看了那一只猫 后来我去的时候 两只就是兄弟 可能就是一只是公的 或者是 因为我太晚了看不太清楚 那最后呢我把那个饲料给它吃 我看了那个样子 原来外面的孤儿 外面的猫 就是这个样子 那一种吃 就是很久没有吃到东西的感觉 那我看了之后 我就觉得被丢弃的猫非常的可怜 一样是这样子的生命 有人就是把它当成宝 有的就是丢在外面 所以这种区别呢 我也想要说 呼吁大家 就是自己有能力的话 要是看到这种猫的话 第一个先不要交给保健所 能够说 把这个猫 带到自己的家里 成为我们家里的 一个一份子 而且甚至是像亲人一样 也是一个小孩子 那第四只猫的话呢 现在呢也在我的家里 我的第四只猫呢 它的名字就叫做妹妹讲 因为我捡大的地方呢 是在一间饭店的后面 所以它有一个名字 我们就叫它妹妹讲 那这个呢 第一只他来到时候 他大概就只有不到一个月的猫 那后来我发现 那身上有很多的藻子 那这个医院告诉我说 因为没有满三个月 不能用这个药去去除这个藻子 所以我就自己带回来 然后把它洗澡 把全部的藻子都抓出来 这么小的猫进来有一百多只 所以你看它养的都是不能够睡觉 后来我也是带它之后 也马上就是到医院去打了预防针 因为我还有其他的猫 就是这一只托姆 那剩下因为前面已经去世了一只之后 这个托姆还有娜娜奖 那还有这一只我们叫做妹妹奖 她也来到了我这里 那因为那个娜娜奖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她已经去世了 那现在我拥有的就是这只托姆 那还有一只小的叫做妹妹奖 其实这个妹妹奖 其实我认为她是非常的可爱 因为她跟其他三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她警戒心特别的强 而且她是母的 是一只母的 起先刚才进来 这个猫的形态就是说 其实在家里面的猫 她就比较的温柔 就是比较弱势 进来的猫她比较强势 所以有时候这只托姆 常常被那只小猫欺负 这是好像说 我看了书 还有人家告诉的 结果就是一个社会的形态 因为进来的猫 她们都比较强势 而且也不容易相处 不是说进来的猫 全部都能够感情很好 能够生活在一起 也有就是隔离的 那我很幸运 我来到我这里的猫 她们都感情非常的好 还有其实我的空间并不大 但是我能够尽我的能力 就是已经前后养了 就是一只狗 然后还有四只猫 现在存在只有剩下两只 我也希望她能够陪伴我很久 一直到来 但是我知道猫的寿命 最长可以到达20年 最短外面的猫 可能就是五年左右而已 那我觉得 以前我从不喜欢猫的 这一个印象当中 转为她已经从我家族里面的 一个部分了 或是你之前没有推测 你在 perman画票 因为我是从不喜欢推测 你的家族里面对那个 最wig是不是 你看到 państwo 张城啊 他的碧场 他也itative 那都一定说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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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